哇塞 這個機場 看起來也太氣派了吧 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呢 沒錯 我們現在轉機了 快十個小時 終於到了賀爾辛基機場 今天呢 我們行程滿檔 到底還有什麼地方呢 我們先往這邊去看看 天啊 你看到了嗎 這邊也是非常多商店街 第一次來到北歐 第一次來到歐洲 第一次來到賀爾辛基 原來這就是賀爾辛基的味道 其實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 要去歐洲玩耶 因為如果要我選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會去一些 東南亞或是日本 就是比較經濟實惠的地方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要 打破大家的刻板印象 現在到歐洲玩 有非常多的廉價航空 可以讓大家選擇 而且歐元的匯率下跌 所以現在可以說是 前往歐洲旅遊的最好時機喔 到底我們到北歐這一趟 會有什麼樣子特別的體驗呢 我們就一起期待囉 芬蘭的首都賀爾辛基 是座三面領海的海港城市 航運交通特別發達 有別於一般的海港城 整座城市瀰漫著一股空氣純淨 斯文有理的現代化氛圍 而我們第一站就先直攻 從赫爾辛基的心臟地帶 好好感受它的優雅浪漫 哈囉 你知道我們現在在哪裡嗎 我們在赫爾辛基 著名的景點叫做議會廣場 它有什麼厲害的呢 你看它中間這個雕像就是 沙皇亞歷山大二師 為了要紀念它給予芬蘭自治 那在它周圍呢也有四個雕像 分別都有不同的含義 你知道是什麼嗎 和平 科學 爭議跟藝術 接下來我們來到後方 有沒有看到這個 非常優雅潔白的大教堂 它叫做白教堂 也是赫爾辛基大教堂 你知道嗎 我看到它的第一眼 我就覺得它給我一種非常優雅 非常華麗的感覺 但是呢 又非常的低調 不會讓你覺得 哇 好像很想要吸引你的目光 迫不及待想要跟它打卡了 大家都在這邊打卡 怎麼能不拍一下呢 趕快… 然而認識一座城市最好的方法 就是融入當地生活 善用不同交通工具 來到赫爾辛基市區 你可以選擇很多 不同種的方式體驗 這邊的觀光 一個就是剛剛從旁邊 擦身而過的電車 而且你知道嗎 它有十條線 十條線都有不同的主題 有些你可以看到建築 有些你可以看到設計區 各種不同的主題都有 另外呢 還有看到這邊 來… 這邊有這個觀光巴士 它是24小時的 而且有不同種的語言 隨時都可以帶你在這個城市上 繞上一圈 最酷的就是旁邊這個 電動滑板車 欸 這真的很酷耶 可不可以讓我… 欸 可以動 我就急著囉 你等一下被抓 我會被抓 回不了台灣了 大家再見 我就合法的成為芬蘭的公民 但這速度有點慢 我可能要逛上三天 還可以在這市區繞上一圈 換我來一下 換我來 他叫…他叫了… 他叫我趕快牽回去 好…來 把他歸位 所以我們要當就是合法的公民 造訪過歐洲的遊客都知道 不管你是想要瞭解 一座城市的文化歷史 宗教信仰或是建築特色 走一趟教堂就能充分領略 我們剛看完白教堂 接下來換紅教堂登場了 我們現在就進到 烏斯斯基教堂了 我們在這裡很安靜 靜靜 拜託 我還要撒手藝 我再看那個 芝爾曼圖畫像 這座擁有濃厚俄羅斯風情的 烏斯別斯基大教堂 為北歐最大的東正教堂 景物的紅磚綠頂 金雕細琢的窮頂 和牆上描繪著宗教典故的各式畫像 是東正教教堂最典型的藝術風格 剛剛進到烏斯別斯基大教堂裡面 沒有辦法跟大家做太仔細的說明 因為我們一進去 他們就會希望大家要保持安靜 這樣子才能夠讓你的心真的平靜 安靜下來 但是我們都知道你進去 你看到裡面這麼漂亮的一些 雕飾 畫像 圖像 你一定會覺得 很讚嘆 很興奮 甚至很想跟旁邊的親朋好友分享 這邊還是要提醒大家 進到教堂還是要記得降低音量 接下來我們要帶大家去一個地方 在那裡可以觀察到 赫爾辛基特殊的建築風情 還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文化故事 Begas 我們來到這邊 這算是他們的住宅區嗎 對… 那這邊我們是要看什麼 是它的建築嗎 是這個黃 橘 那種很復古的顏色 顏色 對… 它在這裡的顏色第一是要鮮豔 然後第二要清淡 不喜歡那種太過沉的顏色 因為整個冬季 它們都是會很黑暗 所以它們盡量把建築 做的一些明亮的顏色出來 除非有一些已經是用了紅磚 而不能作為改變的一些形式之外 它不會再換其他的一些顏色 但否則的話 它們盡量都用淡色 所以赫爾辛基曾經有白度之稱 它就盡量要讓它有一個明亮的感覺 我們到這裡來 主要就是看教堂的 是要看教堂 哪裡有教堂 這個是教堂 對啊 通常教堂不都是很高聳 然後金碧會有些玻璃 對 這個是教堂 對 它出名就出名在特別矮 而且是不能太高的形式 出現在這裡 因為在居民區的正中央 所以不能遮住居民的陽光 所以這個教堂會這麼矮 它的高度不能超過 原本那塊石頭的高度 太酷 那我們可以進去裡面看看嗎 當然可以了 好 那我們走吧 等一下 我們在進去之前 我先給妳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這個教堂裡面 要絕對安靜 不可以說話 因為是讓人家一個參拜的地方 靜默 對 所以我就在外面 介紹一下這個教堂 這個教堂 其實它是屬於一個 通向型的藝術設計 所以教堂的外型出來的時候 有很多的本地的一些居民 老人家一看到那個外型 這麼矮的教堂 不喜歡 他覺得離開上帝太遠了 所以他就覺得 這怎麼能是一個教堂 非常生氣 結果他們的設計師 是兩兄弟 叫蒂姆多姆索馬來的 這兩兄弟很聰明 他們就設計一個 特殊的內部結構 來讓人家有一個特別的感受 他們用了一根 二十二公里長的銅條 圈出整個屋頂 然後邊上用水泥柱子 來支撐住這個屋頂 那麼你們看到這些碎的石頭 就是一個圍牆 也是一個支撐點 支撐住這個屋頂 而水泥柱和水泥柱之間 全部是用玻璃來相割 這樣人坐在下面 透過玻璃可以直接看到天空 同時看到那個圓頂 意思就是宇宙空間的軌道 跟上帝的距離就近了 對 宇宙都在你頭上 那上帝就在你頭上 然後教會的人也很聰明 他們出來安撫老人家的意思就是說 上帝其實是無處不在的 不是說你要看到才是有上帝 哪怕你是在地下室 上帝也在你的邊上 只要你是誠心於它 你肯定能夠讓它聽到你的聲音 其實設計的根本就是要解決大家的問題 讓各個世代都可以接受這樣子的一個形態 它本來顏色會讓人覺得好像比較冰冷 是沒有溫度的 但是因為還有大片的玻璃 讓溫暖的陽光可以灑落 還有一個管風琴 讓這邊產生非常好的回聲共振的效果 所以人們來這邊除了做禮拜之外 這裡也經常舉辦各種大型的音樂會 吞去歷史的風華與滄桑 我們換個心情 朝港口邊人聲吵雜的市集廣場前進 這裡有各式各樣的紀念品 手作小物可以慢慢欣賞挑選 還有讓人一看就十字大洞的新鮮蔬果 海鮮熟食 據說這裡也是赫爾辛基人 很愛逛的露天市集 不要走嘛 交個朋友 不要害羞 他走了 我們現在在赫爾辛基的碼頭 哇 你看 終於出太陽了 然後非常悠閒的走在這邊岸邊 還有音樂聲伴隨著 但是你不要覺得好像看起來 有太陽其實超級超級冷 現在溫度大概體感 大概十度左右吧 非常非常冷 那我們剛剛是沿著碼頭旁邊的市集 去吃了一點當地的特色小吃 接下來要去一個有150年歷史的一個市場 那邊賣的東西應有盡有 有一些生食 熟食 在碼頭旁邊最不能錯過的就是海鮮 裡面到底還有什麼東西值得我們去挖寶呢 我們去一探就近吧 這個老農貓市集 稱得上是我口袋名單中 最期待的景點之一了 一進到市場裡頭 每個攤位的老闆都帶著熱情 真誠的笑容歡迎客人上前詢問 許多芬蘭人熱愛的特色食物 也是笑咪咪的望著我們 讓人好想每種都嘗試一下 還有這家餐廳的設計太奇妙了 客人座位全朝向店外 可以說是十足的口碑宣傳呢 我看到了一間很酷的店喔 講到芬蘭大家會想到就是 聖誕老人村 純山老人騎的是什麼呢 就是巡鹿 我看到這個巡鹿的腳耶 一根歐元二十五塊 還有旁邊這個 我第一次看到巡鹿的肉 這麼大塊 然後你看它上面都是滿滿的油脂 這邊全部都是巡鹿的周邊商品 這個我覺得最特別的巡鹿皮 沒有吃過巡鹿肉沒關係 但是巡鹿皮總得摸過吧 它這個皮你看它這個墊子 其實算是滿厚的耶 這個毛長大概有個兩、三公分吧 然後摸起來其實滿厚實的 一個要歐元三十 大概是一千多塊的價格 有句話說什麼都買 什麼都不奇怪 而我則是 什麼怪怪就什麼都想買 話剛說完 我馬上發現了一條 長得有點離奇的東西 所以你會幫我幫忙 吃雞蛋糕 吃飯或吃飯嗎 對 有些人會用雞蛋糕 或喜歡放一些雞蛋糕 吃雞蛋糕 你可以做同樣的 所以你很大叫做雞蛋糕 吃雞蛋糕 吃雞蛋糕 有些雞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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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有些雞蛋糕 要拿掉 很鮮 雞蛋糕 有些雞蛋糕 有些雞蛋糕 哇,還有個五大塊耶 你好 謝謝 我會給你一些紙 因為它真的超級雞蛋糕 希望你喜歡 謝謝 哎呀,我們四隻很大塊耶 對不起,你意思是... 你的名字是... 蟻 蟻 對 這個很像硬哦 有陌生的水 真的 煙燻味很老 有 它整個滿油的 它整個魚肉油脂很夠 然後你好像整個都在吃它的那個 有點像我們在吃虱目魚旁邊 那一層透明魚肉的感覺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超大條的魚 你就會覺得說,哇,那到底是什麼呢 然後我們就被好奇心驅使之下 一問才知道它就是Ell fish 大家平常 其實不是像我們剛剛那樣直接生吃 會搭配其他東西 所以吃起來會覺得有點油 但是我覺得旅行就是這樣子 你看到覺得很特別的人事物 你覺得不尋常 覺得哪裡好像想要多問一點 不要怕,就去問,就去試 雖然有時候結果不一定是好的 但是一定都會有 意想不到的驚奇跟收穫 大家幫我看一下 我這邊這個方向 等一下我推不到 這個方向 它我們在吃的是什麼 是鮭魚嗎 你幫我偷看一下好不好 在這邊大家都是站著吃東西的 它其實滿少坐的座位 是什麼 鮭魚 我好像看到了 全部都是鮭魚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這麼大塊的鮭魚 看了就很好吃 然後這邊是生的 有做一點簡單調味的 然後旁邊這邊是熟食 它是做成真空包裝的 我再過來一點 再過來一點 我口水都要滴下來了 這邊是各種像是煙燻啊 然後加了起司啊等等 簡單調味 然後還有這個超浮誇 我最想吃的就是這一個 它在一個貝殼上面 放了超級多片的鮭魚 然後上面還加了幾隻小蝦蝦 我現在就要直接來點這個來吃 Hello Hello What do you do this? What do you do this? I want one What do you do? What do you do? Here we go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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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拿起來才發現 它根本不是貝殼 它是麵包 然後上面呢 蝦子也算 大概有快六七片吧 很大片的鮭魚 兩隻小蝦子 它沒有加任何的調味 喔 有一些簡單的鹽吧 我看到了 然後就直接這樣吃 不想吃草 我想吃鮭魚粉餅 鮭魚好好吃喔 鮭魚就是要吃它原本有一點那種油脂的味道 它的這個很有 而且它的鮭魚很厚耶 把這當作是腦農帽市集的一個完美的據點 我覺得非常值得 來這邊一定要吃鮭魚 完全是鮭魚控的天堂 大千萬不千萬不要錯過 好幸福喔 好 眼尖的你有發現嗎 就當我在品嘗的時候 旁邊有一大群人 而且穿著西裝鼻頂的經過 剛剛工作人員提醒我才知道 原來那個是日本的天皇得人耶 而且你也知道 日本人是對吃非常的講究 所以大家知道了嗎 來到賀爾辛基 你千萬千萬不能錯過的就是 老農帽市集的海鮮喔 好幸福喔 好 離開芬蘭 接著我們要出發 前往北歐另一個大國瑞典 這兩國僅以一海相隔的距離 最理想的交通方式 就是搭乘郵輪啦 你怎麼看到你這邊說 對呀 團來迎接我們 就是 很高興的 有兩年 很高興的 很高興的 你把小妹拿行李 這個就是 啊不是很高興的 真實一點 沒有高興的 啊不是 啊VIP咧 VIP咧 啊不是VIP VIP還是要自己拿行李 還是要打包場 打包場 對 來 來 來 在北歐 郵輪可以說是一個 非常常見的交通工具 他們呢會利用週末的時間 就搭著這個郵輪 到附近的國家呢 去度假 像是瑞典 芬蘭 丹麥 甚至俄羅斯 沿著部落地海 到各個國家去度假 那雖然說呢 這個郵輪啊 跟一些比較度假型 娛樂型的郵輪比起來 還是有一點落差 但是它最厲害的功能 就是它的實用性 可以說是海上大型的 一個遊覽車 郵輪上除了名品蕙翠的 免稅商店 更不能錯過的 就是一邊大旦美食佳肴 一邊欣賞 波羅的海的迷人景致啦 大家早安 早上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吃一份 豐盛的早餐 比較說 引日之際在於晨曼 那我們就來看看 歐洲人到底他們平常都習慣 吃一些什麼樣子 特別的菜色 第一個看到的就是 很像雞蛋糕的一個小溪點 長得滿可愛的 看起來就是像變形的 比較小巧可愛的雞蛋糕 然後多加幾個好了 接下來是熟食區 香腸啊 還有這個來到這邊一定要吃的 就是它的肉丸 不知道這是什麼肉 但是我剛剛看到 那個廚師他在翻它的時候 這個外皮感覺非常脆 等一下等一下 來來來來 我跟你講 我看到了一個很酷的東西喔 有想說 這是什麼 是牙膏嗎 不是 我們來問問看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不好意思 為什麼 為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 蜂蜜蜜 對 怎麼 我們可以吃嗎 它是 跟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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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加在麵包上面 它呢就是魚死醬啦 然後呢它上面就有圖案告訴你說 欸其實可以加著吐司啊 或者是麵包這樣搭配著吃 也有人會配著沙拉 就是看你想要搭配什麼樣子的主食都可以 而且你知道嗎 這其實在歐洲的超市買啊非常便宜 據說一個福到台幣100塊 這麼大一條欸 來吃吃看到底是什麼味道 還有旁邊這個 來歐洲必吃的 鮭魚 你看它看起來好像是生的 其實它已經是熟的而且有簡單的調味過 上面呢有胡椒啊鹽啊之類的簡單的調味 上桌囉 我的早餐全部都上桌了 哇今天從哪一個開始呢 看起來最新奇可愛 可是不知道吃起來是什麼味道 就是雞蛋糕啊就是我們的雞蛋糕 只是它比較偏甜一點點 再來呢就是 最經典的 肉丸 給你看一下 你的肉丸 很好吃欸 這應該是 豬菜裡面是什麼肉 但是它的皮 其實是滿脆的 因為裡面的肉很扎實 而且很有彈性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我們非常幸運的 坐在一個陽光灑落的船的最尾端 在早上你可以這樣悠閒的 挑選你自己最想要吃的早餐 然後呢坐在床邊 慢慢地欣賞波羅的海的整個海景 然後旁邊還有綠樹啊藍天啊 我覺得真的是太棒太悠閒了 在這邊度過一個這樣子 悠哉悠哉的早晨 真的是很特別 又很棒的體驗 差不多靠岸了 一抵達瑞典 馬上就能感受到 當地樸實簡約的工業設計風格 而說到瑞典這個國家 不僅以工業生產為經濟發展的主軸 更富有濃濃的生活感 四處都是綠地跟森林 明亮 溫暖 還有他們盡情享受當下的悠然態度 就是我們對瑞典的第一印象 今天早上離開了芬蘭 我們一樣搭了這個郵輪 來到了瑞典的斯德哥爾摩 那斯德哥爾摩呢 是瑞典的首都 然後它也算是瑞典這邊 平均人民收入跟所得最高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呢 是它的算是郊區 一個叫皇后島的地方 它這邊最著名的一個景點 就是夏宮 這邊呢是瑞典王室所住的地方 而且你知道很特異的地方是 瑞典的國王跟他的皇后 他不是瑞典人 你們覺得這很酷嗎 你可以想像哪一天跟你說 我們台灣的總統他不是台灣人嘛 所以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瑞典他們的整個民風 是非常開放非常自由的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這邊 可以看到它後面非常多的 不同的各國的建築 它都是來自不同時期所建立的 而且有不同的風格 有英式風 然後有比較偏歐洲的 有巴洛克的 同時呢還有中式風格 夏宮的設計 受到法國凡爾賽宮的啟發 又由北歐的凡爾賽之稱 整體景觀由花草綠樹 雕塑噴泉和皇室宮殿組成 它是瑞典18世紀皇家居所的代表 呈現當時歐洲的各種建築風格 離開了皇后島 我們來到國王島的一座正經中心 游覽斯德哥爾摩最好的方式 其實就是沿著這個河畔慢慢地散步 然後享受陽光跟微風 在我眼前的這一條 就是斯德哥爾摩的母親河 當地人他們的所有生活的用水 都是來自這邊 所以他們非常喜歡 也很尊敬這一條河 常常會在這個河上 進行很多的活動 像是獨木舟 快艇等等的 其實斯德哥爾摩 它是由三大部分組成的 有海水 湖水 還有森林 在這個河畔旁邊 有一個非常多觀光客 都一定會來的知名景點 就是市政廳 它可以說是斯德哥爾摩的經濟 跟政治權力的心臟地帶 還有一個最耳熟能詳的就是 諾貝爾獎每年十二月的晚宴 它都會在這邊舉行 你游覽這邊最好的方式 其實除了在這個河畔走之外 你同樣還可以登上這個高塔 看到了嗎 後面這個 你可以在上面俯瞰整個 施德哥爾摩的全景 整個城市的景觀 還有一個最上面的一個尖塔 它是由三個皇冠所構成的 它就是這個市政廳的最大的特色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它現在雖然是在施工 可是你可以從外觀上面看到 它的整個磚牆都是磚紅色所蓋成的 聽說它每一塊都是這個工人 去親手打造的 有它的喜悅 有它的汗水 它不是用那種標準化每個都一樣去構成 所以我覺得這個建築真的是非常有特色 還有一種巴洛克的風情 然後我們就沿著這邊 沿著它的母心河河岸 欣賞了兩岸的風景 又再又再度過一個美妙的下午 這個市政廳不僅很好拍網美照 還很適合拍婚紗照喔 我們看到當地人 就這樣簡單地穿個小禮服 隨性優雅地穿梭在充滿文藝氣型的廣場 讓市政廳見證這甜蜜時刻 實在是太浪漫了啦 接下來我們將換一個交通方式深入瑞典 它不僅大有來頭 更稱得上是瑞典最具代表性的交通工具 那很多剛剛客來這邊呢 都會體驗當地人的交通方式 最不能錯過的就是這個地鐵站 我們現在就來到了中央站 要進去感受一下裡面 聽說有那個藝術長廊 是有非常多將近140位藝術家 所一起設計 一起打造而成的 我們今天去看看喔 斯德哥爾摩的地鐵 可以說是瑞典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在我們還沒有到之前 就曾經聽說 它是全世界最長的藝術走廊 而且你只要一張地鐵票 就可以盡情地欣賞 一百多個藝術創作 那我們今天拿到的票呢 這邊有個藍色 就是我們要往藍線前往囉 那它這個主要呢 有三條線 就是紅線綠線黃線 都有到不同的地方 總共有一百多個站 我們今天就要從藍線 幫大家精選幾個比較有特色的站 去體驗一下 而且啊走在中央站 我會發現大家好像都是 眼睛直瞇著你要去的地方 然後超級低頭快速的走過去 它給我的感覺有點像就是台北車展一樣 快速的步調 還有一個人 你看它是手刀 百米充字 它的火車應該快來了 急速的想要趕往它的目的地 我們來到了另外一個新天地啦 這地鐵站嗎 我覺得我站在一個藝術館裡面吧 整個岩石洞就是一個巨大的壁畫耶 哇 沒走過一段就有不同的驚喜 我覺得這地鐵站真是太酷了 那我們繼續往藍線前面走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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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每一站都會有一些雕塑啊 浮雕啊 甚至是藝術創作來去包裝 像我們這次去的藍線啊 它的主題就是野生動植物跟文化包容啊等等 實際走訪一趟 你真的會覺得大開眼界 完全就是活生生的一個地下藝術博物館 來 線來了 沒有搭到別的線 不知道是不是不同的線 都有它自己的一個顏色 車子滿空的 上車囉 來吧 我是把整個車廂包了嗎 怎麼都沒有人 想說別人搭訕很清楚 對啊 本來想說 上來可以搭訕一下路人 結果完全沒有 走進來發現其實整個車廂滿明亮的 然後也很乾淨也很寬敞 然後椅子上還有一些很可愛的小塗鴉 我覺得他們呢雖然說很多設計什麼都很簡潔 可是從剛剛沿路進地鐵到現在 你其實隨處都可以看見每個地方都是藝術品 每個角落人都可以發現一些不同的小巧思 我們接下來要前往的下一站很快就到了 你看到嗎 已經放慢速度 我們已經到了大概不到兩分鐘的時間 天啊 我覺得我好像身處一個什麼 魔幻迷宮之類的 然後那邊又是另外一個不同的風景 摸到一個黏黏的東西 這不知道是什麼 青苔 其實它沿路上都沒有什麼指示 我也不知道我走的方向到底對不對 旅行就是這樣嘛 明路也是風景 錯就錯了 斯德哥爾摩是一座建在島嶼上的城市 隨處可見綠地、河流 所以又被稱作北方威尼斯 哇 走來這 又是另外一個風景 在這裡 除了能體驗多種路上交通工具外 還可以坐船四處參觀 讓城市觀光變得超有趣 有機會的話來這邊 你一定要搭剛剛我們搭的地鐵 然後甚至是這種渡輪方式 透過不同的視角 不同的體驗你都可以觀賞到 不同角度的斯德哥爾摩 而且你知道嗎 瑞典人他們最常做的一個運動 就是散步 對他們來說 你沿著河、沿著湖 走上幾個小時都沒有問題 你會覺得人跟自然 好像是非常融洽的融為一體 我們可以跟著四季 跟著不同的天氣 同樣去調整我們的生活步調 這個可以說是我最喜歡瑞典的一個地方 接下來我們要搭另外一個交通工具 前往波羅的海喔 猜得到是什麼嗎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哇塞 欸這人也太多了吧 大家真是很會利用時間欸 才剛開船沒有多久 然後走來在甲板上 你看看到還有樂手在唱歌 重點就是曬曬太陽 因為今天日照時間非常的長 這邊呢現在夏令的話 是會到凌晨一兩點太陽才下山 走過去一點好了 你看我們來到甲板的這邊還有一刻就是 全部是面上床位的 大家在幹嘛 就是在離開瑞典之前 最後再欣賞 再見一下瑞典的最後一集 其實這個郵輪我們昨天才剛搭過 但是今天搭的感覺又特別不一樣 我想是因為現場有樂隊在演奏 再加上我們又點了啤酒 點了香檳 我想要一個特別的蝦 而且還有成群的海鷗 直接出現在我們面前 整個氛圍就讓人非常的想要大喊 嘿嘿 但是你知道嗎 這個嘿嘿跟憲哥的完全不一樣喔 他在瑞典的話是 哈囉的意思 所以你如果在瑞典的路上 看到路人跟他喊 嘿嘿 可是一點也不奇怪喔 好多的海鷗 這是我人生中 見過最多海鷗的一天 哇 到我們拍一拍啊 導演就說 今天我們天黑就收 聽到真的覺得太開心了 我們今天應該可以提早收工 但是你知道嗎 看一看我的手錶 七點天還是亮著 八點還是亮著 九點十點 一直到現在快十一點了 還是這個亮度耶 這個太陽 請問你有沒有要下班的意思嗎 但是我跟你講真的不行太累了 眼睛已經完全髒不開了 等不到導演說收工 不好意思 我自己先說收工了 卡卡卡 很多人來到郵輪上呢 最會想要來的一個地方 就是這邊的商店 購物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免稅的 常常有一些化妝品組合啊 然後或者是飾品啊之類的 都比你在陸地上買的 來的還要便宜好幾千塊喔 而且我還有一個秘密法寶 就是我們的這個房卡 房卡上面有寫可以打九二折 這樣又少掉了好幾百塊 好幾千塊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 到處都是選購的人潮 好 嗨 剛剛這樣子沿路看我覺得好像都還好耶 都沒有什麼我特別想買的 但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剛剛看到了一個 我很想要的 就是 這個啦 先生可以讓我買你一碗嗎 不要亂想 想要哪裡去了 買這個啦 香水 不行嗎 沒關係 我有的是選擇 這邊還有一位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這些都純屬戲劇效果 博君一笑啦 不過啊 倒是有一個櫃位 讓我實在是忍不住戲魂上身 I'm super model 這個你今天的運勢喔 讓我掐自己算 來 懷孕了 我這麼快六天才 我真的不好意思 你會發現 什麼都能算 想照你的近日運勢嗎 照我就對了 從好萊塢的國際巨星 一路演到街邊巷尾的算令師 我們用幾副墨鏡 所以你就能玩出自我的旅行風格 世界就要跟我這樣玩才好玩啊 來…購物欄上手 我們繼續挖寶去囉 來到超市我最喜歡的一區就是 巧克力甜點 它真的是很多 我沒看過的牌子耶 這是怎麼樣 一公尺長的 這是巧克力嗎 買來吃吃看好了 反正要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 你就什麼都是 這可以買回去送給朋友 大家一定會非常喜歡 各種蜘蛛蝦子 軟湯 這是… 拜拜的時候用的 拜拜 然後讓祖先吃一些 國際的 你看他們吃披薩 那我們吃那個 蘇筍 蘇筍啊 蘇筍 還有蘇辣椒 對啊 還有一樣東西 是我們的同行朋友說 你來北歐一定一定要買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實在是太難吃了 就是這個 乾草糖 我看它有巧克力口味 對 薄荷口味 還有這個 鹽的口味 三種 它看起來很正常啊 到底有多難吃 大約是這樣恐嚇我們 就是越要買 一大包買下去 直接回去吃吃看 這邊都是一些小的酒 燈泡的 Bob Vodka 好可愛喔 這樣一個 我看一下是 五歐 才大概一兩百塊 小的Vodka 買回去當伴手禮 Mellon口味的 郵輪超市的商品 無奇不有 我們挑了幾項 很有興趣的零食 決定晚飯後 再來進行開箱遊戲 而今天這艘 郵輪的Buffet品質 可是很不一般喔 除了基本的冷熱熟食外 我們還要從中介紹大家一個 與眾不同的飲食新吃法 來到郵輪晚餐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餐 而且你知道嗎 剛剛我們其實是七點半 才可以進來 可是在七點半開始之前 外面就已經大排場了 等待這餐體開張 但是我剛才看到這邊超多 一個是有生菜 有肉 有熟食 有海鮮 太多了 我真的是不知道該從何開始選起 但是沒關係 我知道這裡有一位美食套客 有一個姐姐已經在我旁邊準備好了 她虎視眈眈看這些食物 我想就來跟她請教一下 到底哪些是必吃的 姐姐 嗨 我已經看到你夾了很多東西 你會不會跟我講一下 你這個是 這個看它好像是生的 真的 可是吃起來它其實是熟的 大部分都是屬於那種醃漬的 還有一個我看到了 來最值錢的東西 滿滿的 要一定要吃的 黑色的魚子醬 真 不好意思 我先了 謝謝 你先 其實魚子醬我覺得 也太妙了 下面鋪一點 魚子醬然後加一點洋蔥 其實是要把洋蔥鋪在底下 然後你就把那個魚子放在洋蔥上面 第一個你要吃的時候也比較方便拿 第二個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因為洋蔥可以提它的鮮 對 然後它旁邊 加成的效果 對…然後旁邊那是奶 算是我們講的奶油 它是 它加在… 對 旁邊 這個是屬於奶油的一種 不用說 因為它其實這些功能都是在提那個 它的鮮 魚子醬的味道 對 魚子加什麼 加洋蔥 但是真的好鮮 這個是甜點嗎 還是什麼 不是 它其實就是 我們那個魚子醬有沒有 對 的另外一種呈現 口感就有一點像那個什麼 鵝肝 鵝肝 對 鵝肝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怎麼樣 這個口感不錯 黏綿的 黏綿的 就很像是那種雞蛋沙拉的感覺 是 可是它那個就是有一點那個 有帶一點鹹 有帶點鹹鹹的 對 以鴻魚卵製成的魚子醬 和鵝肝 松露並列為三大蒸味 美味程度可想而知 那魚卵在舌尖爆開的鮮美與香氣 實在讓人回味無窮啊 不過你知道 魚子醬還能怎麼吃嗎 洋蔥跟奶油的味道 的確可以中和魚子醬 本來比較鹹一點的味道 但是剛剛姐姐有跟我說 這樣子吃太普通了 有一個私房的吃法就是 你要把魚子醬加在冰淇淋上 我生命還是第一次看到 可以把魚子醬加在冰淇淋上面的 他就來 直接吃一口 冰淇淋上 一匙滿滿的魚子醬 好浮誇喔 這一口多貴啊 有了 被魚子醬噎到 多奢華的一件事 他就是要 魚子醬大口一點 然後這冰淇淋只是一個點綴 魚子醬它還是要是重點 你這樣吃就有冰淇淋的甜 魚子醬的鹹 天天鹹鹹的 然後你又可以咬到 魚子醬那個QQ的口感 好像真的還不錯耶 推薦大家 我們在船上研發出來的 創新冰淇淋魚子這樣的吃法 就在我們晚餐吃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呢 有一家人主動上千跟我們雜話 那我們一聊呢才發現 原來啊那個媽媽 是在做東方的文化的研究 所以啊 才會對我們感到這麼樣子的好奇 而且啊 他的兒子那個弟弟也非常的可愛 他一直跟我們秀他的手錶 雖然呢 聽不太懂他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但是就在這樣的 比手畫腳的溝通當中呢 我覺得也算是做到了國民外交喔 今天不然我問他幾歲 他說 好OK 好可愛喔 他幾歲 他幾歲 他可以說他很敗 好啊 你很敗 你看 你看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正餐吃飽喝足 緊接著 別忘了我們還有一部分 相當有趣的零食開箱活動喔 那我們就要來開箱囉 首先呢 就先從這個好了 比較特別的 披薩 來看一下它裡面到底是什麼樣子 準備好了嗎 就是充滿了各種料 而且它上面還有那個番茄耶 它連番茄都幫你做出來了 然後中間有一些蛋啊 小熊軟糖啊 還有各種各種的水果 這吃下去一定是熱量爆表吧 接下來 這是我期待已久的 大家說來北歐一定要吃 但是最難吃的甘草糖 這麼大一包 它其實拿起來是硬的耶 我原本以為它是軟糖 然後它叫甘草糖就是 它是用甘草去提煉的 但它其實有非常多不同的味道 跟它的口感 它們說呢 它有甜的 軟的 甜的 硬的 鹹的 軟的 鹹的 鹹的 硬的 大概這四種組合 我想我現在拿到的這個 我覺得它味道很正常啊 就是有一種 涼涼的炒的味道 我覺得應該不會難吃到哪裡去吧 它是軟的耶 不難吃啊 而且涼涼的我覺得好像滿提神耶 就像軟糖版的口香糖 我覺得比想像中好耶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都說 它有一種很奇怪的味道 多難吃之類的 我覺得好像還可以接受耶 事不宜遲 馬上來試試另一個巧克力口味 還不錯耶 它就是巧克力軟糖 但是不會很甜 我覺得是那個甘草的關係 它們說其實北歐人很喜歡吃甘草 就是因為跟巧克力比起來 它的熱量沒有這麼地高 而且甘草還有一些養生的功用 就是可以止咳還有致腸味 所以它們非常非常地喜歡 是 我剛才可不是在繞口令 甘草糖大致分成四個種類 甜又軟 鹹又軟 甜又硬 還有鹹又液 有各種形狀跟顏色 比一般的糖果巧克力健康許多 所以它又有北歐國名堂之稱 就在我對甘草糖的威力不以為意 還一口接著一口時 另一個海鹽口味馬上疊破我的眼睛 這個味道就怪了 它裡面的鹽的味道 比較沒有這麼地重 就是淡淡的鹹味而已 所以它沒有辦法像前面兩個一樣 就是用薄荷或者是巧克力 蓋掉它外面這一層甘草的味道 這甘草糖可以說讓北歐人自豪 卻讓觀光客哀嚎 好在我還有其他的開箱法寶 黃瓜口味的福特加清甜爽口 草莓口味的好大一把槍 酸得嗆人 好酸喔 這些都很推薦大家買來試試看喔 它很難吃耶 這很OK耶 幫我開窗戶好了 丟到海裡未海偶吃 窗戶器 但如果你膽識過人 具有勇於嘗鮮的精神的話 我不行 這個海鹽甘草糖 絕對是你必買的半首禮首選 我們來到這一區太可愛了 有沒有看到完全是一個 小朋友的兒童小樂園 然後這邊都是各個小朋友在這邊 他們可以畫畫啊 然後玩積木啊 玩車啊之類的 你會發現 郵輪其實超級適合 就是一個家庭 從老到小 因為小朋友跟老人 他們其實 有時候可能不太能走太多的路 可是呢 在船上短短的距離 就有很多不同的設施 可以讓大家就是 在這個小小的空間裡面 享受天輪之樂 看那邊還有小雙胞胎 也在郵輪上 這裡非常喜歡小孩 然後你這樣沿路走 我都可以看到就是 不同種族 然後不同樣子的小朋友 你就會覺得 好幸福喔 被小朋友包圍 我們這樣如果一直衝 然後衝過去就要遇到它 我們會自己停喔 因為水力比較滑 真的喔 這什麼聲音 漂亮 這一下呢 我們來到瑞典北方的城市 是旅樂澳 由於這座城市 它位在極圈的範圍裡頭 所以環顧四周的環境 空間雪地肯定是最標準的配備 現在的溫度呢 是零下24度 哇 這大概是可以我呢 旅行過程當中啊 所感受到的最低溫 說到24度 是什麼樣的感受呢 簡單來說 感覺上這舌頭快打結 腦袋也快凍結住了 好 咱們展開我們的旅程 這趟旅程呢可以說是天裡頭條 我們歷經啊接近兩天的時間 打機轉機再轉機 終於來到位在極圈裡面這座城市 旅樂澳 來到這呢 最主要我們來進行幾項非常特殊的體驗 對此呢 我是非常期待 不僅僅只是期待 簡直是迫不期待 但究竟是什麼呢 在這邊咱們先賣個關子 哈哈哈哈 哇 漂亮 是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區塊呢 其實它是一個島 那只不過呢 這四面啊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水面都已經結冰了 不然我忘記呢 你會發覺這水面上全部都是冰 所以我們剛剛搭著車 來到這處呢 它其實是一座小島 這也是我們的營地 我們所有的體驗 就從這個營地開始 走 你會把這台電池 你拿來搬 你拿來搬 那大便 拿來搬 你拿來搬 我的搬 你拿來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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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來搬 你拿來搬 第一次在冰上讀驾 這感覺真的是挺棒的 這樣開車不知道腳臉有沒有很緊張 所以我覺得開車會上癮 尤其在這麼特殊 平常開不到這樣的一個路面 也就是在冰上 那在冰上跟在一般公路上 開車起來到底有哪裡不一樣 首先就是剛剛其實在彎道的部分 它是會滑動 但是今天試駕這台V60 它很不一樣 因為它自動會矯正 就是當你在打滑的時候 它會把你這個輪胎 就是在把它打正 所以你不會失控 那在台灣一般來說 我們要在雪地上開車的話 我們會裝上雪面 那由於這個地方 這個城市它是位在極圈 那當然這整座城市都冰天雪地的 所以也算是一個常態的現象 它都換上了所謂的雪胎 就不需要再上雪鏈 剛剛繞的就是那一圈的部分 那那一圈的部分 它距離當然是比較短一點的 但是呢 這一段路很特別 就是它彎道舉多 那最主要就是要試著車子 在轉彎的過程當中 你所會遇到的一些狀況 我們在繞一圈 你要那個滑過去的那個嗎 在那個很多X彎道的附近 可以是在那邊下車 這什麼聲音 我們有按道用的 為什麼會 按樂 沒有啊 還是我剛剛換按道 可能不小心 哦 我也想說 喜歡這是一種警示音嗎 對 突然想起了音樂 賣完了 好 現在要離開營地 前往下一個目的地 那對於下一個目的地呢 我也是非常的期待 因為那又是另外一種文化的體驗 隨便文化體驗呢 跟住有關 好 我們準備引起了 好 好 好 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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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車 哇 歡迎光臨 這是我今天呢 要住的房間 先把這個門給關起來 外頭挺冷的 現在也是不足足20度左右 不過室內呢 非常舒服 因為有暖氣 那我們今天呢 住的地方呢 其實蠻特別的 住的就是樹屋 那顧名思義啊 這房子啊 就是固定在樹上的 首先呢 入口上來 第一件事 當然就是先把門關起來 免得呢 就不小心啊 沒有滾下去了 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眼前這個空間 它就是一個 餐桌 或者是啊 辦公桌 在這邊可以喝喝咖啡 喝喝水 那另外呢 哇 很貼心 這是一個小小的酒吧 喝的 全放在這邊 包括有茶 有咖啡 然後 這是可以掛衣服的地方 然後 廁所在這裡 然後它有個馬桶 那當然它還有這個 洗手的地方 那 洗澡的地方究竟在哪裡呢 其實啊 它另外啊 是設置有著桑拿區 好 不明思義 不僅可以洗三溫暖 可以泡溫泉 那當然也可以舒舒服服洗個澡 那可以進來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呢 這邊有兩個單人床 好 但是呢 我們要睡這呢 當然不是 我們要睡大床 大床在哪裡 在這裡頭 OK 一樣有冰箱 是一個 雙人床 那其實呢 雖然這整個空間呢 並不是很大 但是呢 它空間規劃 規劃的 可以說是淋漓盡致 應有盡有 還挺舒服的 今天晚上 可以舒舒服服 睡個好覺 晚安 早 昨天的夜晚呢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棒的體驗 而且是前所未有的體驗 因為我住的是樹屋 那尤其呢 在冰天雪地的環境之下 住到這個樹屋 這感受上呢 我覺得真的是 蠻美妙的 這邊的樹屋呢 其實這數量並不是很多 所以這一回來到這邊住到呢 我覺得是相當的幸運 那另外呢 說到其實當地人有些啊 就認為樹是生命的起源 只有住在這樹屋呢 其實更能跟大自然接近 去了解大自然 去感受大自然 這樣的體驗 真的 相當 具有意義 現在時間早上大概九點鐘 那我們已經出發 那我們現在啊 當然 我們的目的地呢 下去引力 那今天同樣是要進行 一系列的體驗 都是冰上的體驗 那究竟是什麼呢 有一個東西我也很期待的 除了車子試駕之外呢 就是啊 我們要進行的就是 盯上摩托車 有 感覺上 應該是蠻刺激的 應該是蠻刺激的 要拍文明的機車 好 欸我們這樣如果一直衝 然後衝過去就要遇到它 我們會記憶齁 會 確定齁 應該是 好 再次不要嘗試齁 嗯 不要小心點 哈哈哈哈 因為水力比較滑 哈哈哈哈 真的齁 紅車亮 蛤 在突發地圖說 裡面的 胖子 可能可以開吃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是要來 換裝備了 那我的裝備呢 這一袋是我的 上面呢 還有我的 以及我的 Size 很期待 那教練的建議呢 因為 外面的溫度 這平均嘛 我們剛剛有分享過 就大概是 那當然啦 穿像這樣在外面行走 嗯 基本上 是足夠的 但我們現在呢 需要 駕駛 雪上摩托車 他一定肯定啊 這個定的溫度 還一定 他一定要靠一下 OK guys Everyone who's driving snow wheels Woo On with the gear 嗨 嗨 哇 這是連身的 完全同空 而且呢 非常那麼厚 對 有點厚重 對的 在這裡 英國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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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腳 另外一隻腳 另外一隻腳 感覺這也很像是 一隻血 好溫度 再把他拉起來 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不好 這就是騎 雪上摩托車 基本配備 那當然另外還有一隻 好 這樣 搞定了 衝完嗎 好熱 很想要衝出去 那當然呢 基本配備呢 還包括了安全帽 我們要先把這個頭巾蓋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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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 新的 再套上 新的 新的 早就搞定了 新的 哇 這樣是挺狼狽的 不過呢 整個過程 兩個字形容 就是好玩 那其實呢 來到這座城市 極地氣候 所以我們當然呢 就是要來駕駛這 雪上摩托車 那對當地人來說 其實雪上摩托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甚至呢 當地人 他們擁有 這雪上摩托車的數量 比擁有 汽車的數量 還要來得多 那最主要就是 因為這座城市 一年當中 至少有 九個月 就是呢 被這冰天雪地給覆蓋 所以當然 這是他們最便捷的 交通工具之一 那我們剛剛呢 其實啊 行駛在海面上 那這是什麼樣的海呢 其實啊 它是波羅的海 北部的一個海灣 叫布地尼亞灣 那它的這個結冰的厚度呢 至少有八十公分 所以呢 哇 在上頭啊 這行駛這個摩托車 其實真的是異常的平穩 最主要就是因為 它是位在海面上 很漂亮 那尤其呢 當初的太陽 陽光灑在這雪地上 哇 無比的燦爛 這真的是 令人意猶未盡的體驗 很棒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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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快 海